台湾观光局驻洛杉矶拜市处日前摄滩 参加洛杉矶旅游季冒险展 向世人展示台湾亲密的自然景观和淳朴的风土人情 一年一度的洛杉矶旅游展今年已脉络第十二届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漫步在各个掌位之间 仿佛走在一幅色彩斑斓的3D版世界地图上 各种洋溢着异国风情的民族服饰 歌舞表演 令论目不暇结 两岸的航空公司 包括国航 南航 东航 夏航和中华航空 长龙航空 比叶桑飞 亮相洛杉矶旅游展 更为引人关注 那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旅游 台湾和欢愉的气氛 美国广播公司厨艺秀节目 极限位决第三季冠军加布肯尼迪 去年11月曾走访台湾少数民族部落 有机茶园和渔村等 台湾的多元美食文化和亲切的人群味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台湾观光局的展区 今年主打美食牌 特别邀请加布来到现场 以参观者分享他在台湾的美食文化体验 我喜欢小龙 bao 我必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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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种种不同的区别的新补育 又比起来到日本的影响 这种影响 然后中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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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的 文化 据悉 如汉剧旅游旅冒展 是美国最大的旅游产品展会 今年台湾观光局的展区 更为丰富精美 获得主办单位颁发最佳摊位设计奖 汉天威斯记者 王富民 江承哲 就是《乱记报导》